大家好,我是怪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一下化工方向 结合各股像雅花集团 云天化、湖北一化、丰元股份、北化股份 技术分析仅过参考不作为美据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化工板块指数 那么对于化工板块指数的表达来讲 当前它的状态是属于 从2021.07以来日线一笔上的反弹 当前反弹的话呢,上方114天均线的位置承压 接下来能不能突破上去 取决于有没有援军 有没有量能的支撑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在咱们1月30号的时间呢 当时对应了 对于雅化集团云天化 包括了湖北一化等 当时的点评是属于一级翻倍 股价腰斩 再加上日线MSD迪贝离 值得跟踪 好,那么当前的话呢 无形当中已经反弹了一波 反弹一波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能不能延续 刚才讲的从量能来看 观察下面能不能保持方量 能不能保持温和方量 如果说量能能够方大 那么它的反弹完全可以延续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话 即便还能够往上攻一攻 但是量能始终跟不上 始终保持在五军量线的下方 那么防范的是冲高回落 但是冲高回落 只要说呢带有抵抗 量能不不持续的快速 缩减到无量的状态 像前面这个位置的量能 那么调整下来之后 可能还会有新的机会点 那么咱们从产量结构来 去看的话呢 那么化工板块指数的表达 从2747以来 它走的是一个日线的线段下跌 这个线段下跌内部的话呢 有一个日线的比重输 也就是30分钟级别的标准走速中速 那么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30分钟的攀整下跌 且发生背驰 那么发生背驰过之后呢 当前的这个日线一比上的反弹 它已经把前面的30分钟中速下沿给突破 比如说呢 30分钟级别三连卖点是被化解的 化解过之后的话呢 咱们再去从30分钟 从5分钟的视角来去看 例如30分钟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2021点位以来的反弹力度 把三类卖点这样的风险给化解掉 就是三迈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从推演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后面 推演两种 剧情 一种的话呢 以这个位置作为中速的进一步延伸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以这个位置作为一个观察点 完全可以开启一个反向运动 那么它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它们的分界是属于这个位置回落 首先呢 这个位置反弹 反弹结束过之后 一个30分钟线转下回落 如果说不破前面地点 甚至连半分围附近都不到 那么它还是属于新的30分钟级别的二连卖点 甚至期待一个30分钟的反应路 好 这是从30分钟视角 那么我们再看细节 这个位置的以来的反弹内部 结构是什么样子呢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还属于五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五分钟性能上 其实前面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当成一个五分钟中枢 来进行用 根据走势的多异性的一个视角 这个位置可以当成一个五分钟中枢来去看待 那么当前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可以以前面这个低点作为一个小的方向位 后面呢只要说震荡当中不快速跌穿 前面这个低点都可以期待 它组建第二个五分钟枢 而后呢再走一个向上离开 对吧 就是说呢 它的涨势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呢 还是存在向上延续的可能性 只要说以把前面这个低点作为一个方数位即可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表达 那么结合开现代世界的话呢 当前它是属于新的单阳不破 以2月23日的一根阳线 作为一个关照 那么呢连续三个交易日 属于单阳不破的一种状态当中 那么我们再看个股的一个表达 那么像雅化集团的话呢 那么当时在点评的时候呢 还是由股友是甚至说完全看不上的 为什么当时行情没有走出来 没有走出来的话呢 那么在1月30号的一个基点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去月时时 量能是缩量的 MSD40都下方的 走势的话呢 是单面下跌结构 只不过呢 当时给大家讲的一个技巧 也是一种经验 在它股价腰斩 一级翻倍 类型的再加上日线 MSD被离 现在这种状态的客户的话呢 值得重点进行跟踪 但是呢 能不能买入 这是另外一回事 买入的话呢 起码等一个下行中的突破 或者是后面量能的放大 或者是用五分钟级别的买点 一旦出现量能 出现这种突破 下行通道的一个突破 那么用五分钟级别的买点去尝试 试对了 那么呢 你能够很有可能 从起点把握住一只潜在的牛股 试错的话呢 那么先用五分钟级别 用小仓位去试 试错的话呢 破了前面低点 或者是重新转回弱势当中 那么呢 随时可以去纠错 这就是一种交易的一种经验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像雅化集团 它无形当中从低点以来 它已经什么呢 我们来看从22 像今天高点是37.888 那么对应的话呢 无形当中低点以来 它的反弹的高度的话呢 已经达到近几百分之六十 那么这个百分之六十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机会把握住呢 其实取决于你的理念 如果说呢 对于前面 只跌过之后 就是呢 不在短时间内 没有这双新低了 同时的话呢 下行通道突破了 下行通道突破过之后呢 用五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去尝试去跟 只要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技巧 有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视角 你是完全可以跟上这一波上涨的 但是等它 真定真正给你一个强势拉伸的时候 那么呢 就有追高之行 好 这是雅画集团 那么对应的话呢 我们来看从这个突破的一个节点之后 这是下行通道的突破 那么再用五分钟结构来去跟 五分钟结构来去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给出了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二类买点 这个位置是一个二类买点 然后呢 这个位置是五分钟的三类买点 我们把五分钟中构标注出来 其实呢 它是很容易去跟 那么当前的一个节奏是什么样的呢 从22块6毛4以来 这是第一个五分钟中构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五分钟级别的三类买点 那么当前呢 可以对它的视角 从残忍结构的一个位置来讲 向上这个位置呢 就不再适合去买入 短期已经快度上涨 接近60% 同时的话呢 防范的是充高回落 但是呢 如果说单纯的 从残忍结构的一个视角来讲 以把前面这个低点作为方向危机可 如果说这个位置回落 五分钟先天下回落 前面低点不破 它完全可以继续延续它的上涨结构 如果说快速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呢 跌破前面低点 反重呢 又不能给新高 那么防范呢 是从37块888以来 先走一个五分钟的 向下的走速类型 走速类型走完 最起码呢 看到有中书 然而有背驰 再结合日线的 日线的这样的底分的结构 或者是 结合 跟结合什么呢 结合用更大的一个级别 例如30分钟时 叫三分限度下 限度下回落 限度下回落的话呢 把前面的我们来看 前面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30分钟书的表达 而且呢 当时咱们是 对他的一个 用禅论的标准案例进行跟踪 这是一个三分钟书 三分钟书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呈现一个 三分钟级别三类卖点 三类卖点这个位置的话呢 一口气打上去 打上去过之后的话呢 如果说 后面三分钟的性能下 连前面这个中书的上沿都不破 那么他完全可以当成 作为30分钟级别的 二三类买点的一个视角去跟了 就是如果说三分钟的性能下 是走的比较缓 内部有五分钟的中书 有这样的一个背驰 同时的话呢 前面这样的平台突破之后 灰彩不破 他反而还是新的机会点 好 那么再结合 最简单的 均线和开线语言表达来讲 一种呢 手下五军即可 五军不破 短线还看强 一旦破了五军收不上来 那么呢 防范调整 那么以什么方式调整呢 五分钟 看一个组织类型 日线看一笔 三十分钟看一个线段 调整下来就看它落脚的位置 以及它内部是否有背驰 有背驰呢 在找新的机会点 好 这是雅画集团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云天画 云天画的话呢 当时也是和雅画集团 放在同一个时间节点 也是一月三十号的时间 一月三十号的话呢 是周日 在无形当中 像云天画的话呢 它也已经 虽然说呢 力度要比 牙画集团稍弱 但它也涨幅50%以上了 那么这个50%的一个上涨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它的逻辑和咱们前面 点评 牙画集团的说是一样的 当时呢 讲到 对应的像一些板块是属于 高高在上 而且呢 是刚刚杀估值的 那么要警惕 但是有些个股本身呢 业绩有支撑 股价已腰斩 同时的话呢 MSD日线抵背离 是可以当成重点跟踪的对象 那么当它这个位置突破 突破之后的话呢 有一个回踩 其实呢 是给出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的 那么当前的话 走的是日线的一比三 而且呢 它的表达像云天画 当前它的量堆呈现的比较好 量堆呈现比较好的话呢 那么五军上向了140的均线 那么对待这个个股跟踪节点的话呢 当然比较合适的试探性的机会点 肯定是用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已经短期 短期来讲已经涨了50%以上 50%以上的话呢 那么当前沿着五军上爬升 那么对它的一个跟踪视觉的话呢 守144年军演即可 就说呢 对应的如果说保持震荡 以前面这一根阳线 这个位置呢 出现一个掌停板 以这个掌停板作为一个 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同时也和140年军演从合 如果震荡当中 这个位置始终不破 144年军演不破 那么震荡 这位置能够横得住 那么呢 调整下来可以作为机会点 如果破的话呢 那么其实呢 纠缩防范走弱 当前的话呢 有的话呢 手下五军即可 这是亚华集团的一个根踪技巧 非常简单 用残轮结构的这个位置 是始于日线的一笔上 这一笔上呢 也是打破三脉 打破原先的30分钟级别 三点卖点的一个视角 那么用五分钟的一个结构 来去看待的话呢 同样的 第一个五分钟中输 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非常清晰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后面给个五分钟新增下 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接触 回落下来还是新的机会点 但是呢 如果反弹一旦不能给新高了 或者是明显力度衰竭 量能跟不上了 那么呢 向上转卖点 如是而已 好 这是云天化 而且它的一个残轮结构 结合从通道线的视角 就是下行通道线的突破 再结合三五分钟的残轮结构 把握它的买点 是非常容易去识别的 只要说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跟 好 这是云天化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向湖北一化 那么像湖北一化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大同小异 前面的也是属于股价腰斩 业绩翻倍 MSD底背离 只不过呢 当前的表达 它的它的做法呢 要比前面两只要更弱一些 从低点以来 对应的话呢 涨幅只在30% 那么对应的话呢 同样的 用什么视角呢 一个是下行通道线的突破之后 再结合五分钟结构的 这样的一个买卖点去跟 是完全有机会跟得上的 那么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就是呢 如果说你在发现其他的 意义是翻倍的 然后的话呢 股价是腰斩的 同时的话呢 下行通道 就是高点和高点相连 低点和低点相连 下行都已经突破了 突破之后呢 结合五分钟的一个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位置从 16块三毛市 五分钟先端上 五分钟先端下 五分钟先端上 五分钟先端下 但是呢 这个五分钟先端下 连前面高点都不接触 它是五分钟大先端的 三类买点的一个定性 这个位置是有机会去跟的 由于去跟的话呢 后面这是第一个五分钟出 五分钟中输过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五分钟中输 这个位置呢 又可以作为新的 五分钟级别三类买点 那么同样的 这个位置向上 如果说量能不能跟上 找的是五分钟级别的 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卖点 如果说呢 回落前面低点不破 而且呢 量能整体能够保值 那么回落下来 可以当 这个位置可以完全可以当成 第二个五分钟中输 而且两个五分钟中输呢 高低有接触 最终不破前面低点 可以走机会一点 相似上的 在观察他的离开 以及的力度 如果无被迟 那么他完全可以 这个位置呢 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中输扩张 作为一个三十分钟输去处理 处理过之后 好 完全可以走一个三分钟上 离开对吧 就是说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这个回落不破 前面这样的低点 不破下方五分钟输 那么相似上的话 有力度 有力度的话呢 他完全可以走一个 带五分钟中输 带五分钟 中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 可以这样去 推引 但是如果说的 这个位置回落 破了前面低点 把前面这个五分钟中输 也给跌破了 就都破了前面低点之后 那么对应的反周 不能新高 那么对应的卖点 防范的是从这个位置以来 走一个五分的反向运动 等着反向运动走出来 五分钟呢 走出盘整下 或者是 三十分线转下 日线的一笔下 不破前低 再结合 底分 对应呢 又可以作为新的 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和五分钟的背驰一买的 从河去跟踪去把握 好 这是湖北一话 如果说结合均线的一个世界的话呢 当前他也是属于 刚刚 挑战一百四十类均线 当前考验能不能站稳 因为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达 来讲 这个位置 如果说能横得住 以二月十七日的这一个掌停板 作为一个 呃 担阳不破的世界去跟 如果这个位置震荡 震荡当中能够横得住 那么呢 量能量就能够保持住 它增加的是 继续向上打心高 或者是突破的可能性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量能持续缩减 那么呢 力度衰竭 那么向上不能去追 如果向下破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 也把前面这一个单阳 都给覆盖掉 那么呢 考验前低 如果说内部下跌 有结构有背驰 前低都附近 不破 同时出现之间强几分 又是新的三分级别二年买点 好 这是湖北一化 下面两只的像风源股份 北化股份 是今天化工里面的掌停板 那么像风源股份的话呢 那么这类个股跟踪基点非常简单 简单的基点在什么呢 直接用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去跟即可 后面向上防范偏的五军不能去追 如果说呢 震荡 下方有个小的平台突破 以今天掌停板做一个方程位 那么掌停板半分位 或者贴的五军 看看给不给这样的机会点 因为当前它的量能是为何放大的 所以说呢 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即可 包括呢 像北化股份 北化股份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也是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下方140年局限 前面有一个小平台突破 这个小平台可以理解为五分中枢 其实你要是用产论结构的话呢 就是结合五分钟的 把握五分钟的三类买点而已 从八块钱的位置 这五分钟中枢 这个我向上离开段和前面进入段五倍迟 后面呢 向上不去追 五分钟现在下回落不破 前面这样的一个中枢上延 把握五分钟级别三类买点 如此而已 好 那么通过像雅画集团也好 云天画 湖北一画也好 其实希望更多的粉丝朋友呢 能够从中 得到一些启发 什么启发呢 是在个股下跌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股价已经腰斩了 而又有意义之声的 一定要保持一颗 客观的一种心态去观察 观察的过程当中 看它什么时候量能开始放大了 或者是下行通道开始突破了 然后呢 用五分钟级别的二三 强有力的二类买点 或者是三类买点 可以去试 很多中注的方法 很多的大牛股市 可以在它启动之初 能够试到了 试错的话呢 本来是小级别 小常委去试试错了 其实就错也无妨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没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当你发现一只股票不错的时候 它已经涨高了 发现一只股票的时候 已经涨高了 而它没涨起来的时候呢 你又看不上 看不起 所以说呢 这就属于 为什么是很多 股友很多散户 频繁的习惯于追涨杀跌呢 下跌 你看它跌到什么 从幅度上面来参考 从下跌过程当中 它的内部的结构是否被磁 MS是否底被离 那么呢 这些都不是买入的条件 但是它是否值得跟踪 如此而已 那么上涨过程当中 是否有被磁 是否力度衰竭 还是属于量价起升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仅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记得赞赏 再见